新聞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國慶三天的連鎖家旗 是今年最好節的連鎖家旗 代替各地委員會出現白鎚的連鎖 今天一早 各社工路也出現環境 又出現七頭的車條 不知人家的方向車是這麼多 各地有幾個路段車速只有四十公里 所以建議民眾改造 改行 期待的路 還要開車 歡迎拿到行李 我小姐拍攝百合國慶三天的鎖家旗 出來這條 也不過一頭早 台北車頭單車的人明顯有比較多 人很多啊 我八點出門人就超急的 平常假日也人很多了 更換是那個連鎖家旅 三天的國慶家旗 台北車頭拜五月步四點開始 就很多人要等去回鄉 對於後列車每一班都是麻煩 目前只存地圖空間車也有多位 也因為坐車的人坐 車班有幾個萬分 今天會知道萬分就改善很多 差不多萬四分鐘 有幾個車次 因為旅客比較多 尤其是重點的車次 平均大概延誤到三分到四分左右 各地的台口有哪出現買票單車的人 對口桌賣出八十五 目前李鳳四段跟自由的壓過有多位 在各地方面 沒有天氣好 適合出來擠得 六南路段包括國土一河 南口口來列 五口口鐵巴 國土三河頭山到營哥 國土五河南港系統到酒店 車流都是這麼多 平均車數三十九四十公里 建議面臨改行替代道路 靠北五台車拍拍心情 既然有多長期想帶來把報導 中間的車拍拍攝 雷前輯 谢谢大家